你们好,大家平安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感谢主,因为你们每个都好像我上次见你一样,没有变 除了有些人要戴口罩,但你不用怕,我不会传染什么给你 我们今天是想研究一下主的恩典和主的话语 因为主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再一次祈祷我们求主的声令和我们同在,再一次充满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这么可爱的教堂 封城的生命里面,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的恩膏 高满我们每一个的讲者、听者都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要将你的话语荣耀你奉主耶稣 祝基督得圣明祈求,Amen 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多结灵果,就彰显基督 你们个个都想彰显基督,对吗? 如果有人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不是见到你 而是见到基督,好吗? 好吗?赞美主 我告诉你,我姐姐来请坐 是林郭力牧师的姐姐,你们拍掌,欢迎她 赞美主 赞美主 我们本来是打算明天飞去香港,来探望我嫂子 买了机票,谁知道上星期听见她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们很失望,不能真正见到她的人 但是这个知道是主的安排,主的时间 我们都是完全交托给主了 这样我们知道主是很爱我们的 他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今天讲的是多结灵果 有谁喜欢吃水果的? 谁喜欢吃水果的? 尤其是我们年纪的人吃水果最有益的 但是圣灵的果子就不同了 圣灵的果子比我们天天吃的水果更加有益 要彰显基督 我们看《加拿大书》第五章,第22至23字 圣灵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人爱,喜乐,和平,忍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折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九个果子 每一个都看看它 每一个都试一下它,尝一下它 这样我们就看看圣灵的果子是怎样不同的 这样我们在哪里拿来呢? 在哪个花园拿来呢? 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拿来的 圣灵拿来的 圣灵授权给我们 也激励我们 圣灵引领我们 引起一个动机 叫我们来结圣灵的果子 如果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没有圣灵的果子 就变成了很难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说 Emmacote 这个就是英文 就是说到 神初初做我们的时候 就是造成我们有他的形象 就像如果你生过BB那些 你的BB像谁? 你BB会像你的丈夫 如果你的BB生出来 就像猴子 你害怕吗? 我们知道神初初创造人的时候 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做人 这样在我们的灵里面 是有不灭的灵魂 所以我们的灵魂不能死 这样圣灵和神的灵魂是相通的 这样我们培养灵魂 灵魂要扎根长大 如果你想说有一棵灵魂要长大 就要培养灵魂 淑灵的恩赐和灵魂是色色相关的 即使说属灵恩赐没有灵魂 可以吗? 不可以的 因为我都认识过 就算是牧师传道也好 如果他说他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但是他没有灵魂的话 好像中国人有句话说 金欲其爱 拜祟其中 即使那个金的外面很漂亮 又漂亮又发光 但是里面是困难的 你能吃吗? 不能吃 所以有很多 就算传道人不守神的律法 他自己来乱做事 所以就算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他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也好 但是他没有属灵的果子 都是没有用的 他也不能显现出神的灵命 灵魂的功效是什么? 我们知道撒旦和我们一起打仗 我们怎样一起打仗 他和我们在灵里面打了很大的仗 他千方八计想害我们 拉我们一起去地狱和他们受苦 因为撒旦不想自己孤零零在地狱 就算是基督徒也想拉进地狱 同归于尽 我们看看《以不所书》第六章 第十节至十八节 你们有没有? 《以不所书》第六章 十一至十二节 先看看 那里说到 灵果使我们穿上属灵的军装 穿上属灵的军装 我们不是一个人穿上属灵的军装 我们是全部的教友 全部的教会 一起穿上才有用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穿上属灵的军装 都是打不过撒旦的 我们要合一的 我们要合一来打 才能打到撒旦 因为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争战 我们是和属灵的来争战 所以我们要一起合一来打仗 这样才能打得赢 这样我们不是靠自己打仗 我们一定要靠神打仗 我们要向神说 神啊 我会打输的 但是神啊 你要帮我 你要帮我打这个属灵的仗 这样我们先向神投降 神就会帮助我们 你要打胜这个属灵的仗 你们想不想打仗 不想打败仗 打败仗没用 这样主耶稣 我们靠着祂的宿命 靠着祂的补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业 这样我们就能够得成撒旦 这样我们看看 罗马书第十四章 或者你们未有 不要紧 那里讲到 我们做人是否只顾着 喝喝吃吃 不是的 我们要凭着神的公义 凭着神的公义 和平和灵里面的喜乐 我们才能够得成这个撒旦 这样我们看看 恩赐和灵果 成就这个教会的角色 你们看着 在加拿大书 那里讲到九个果子 第一是人爱 我先介绍 很简单介绍 就是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 就是无限制的爱 我们的喜乐 什么是喜乐 在刚才的敬拜队 他在敬拜里面 我们看到他有主的喜乐 在他们里面 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向神欢呼 向神歌唱跳舞 就有喜乐 和平 什么是和平 你们教会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封盛生命 和平就是带来封盛完美的人生 忍耐是什么 忍耐呢 忍耐就是带着能力的侍奉 看到异象 有很多人说 我想看到异象 你看到异象 但是一定要带着神的能力 否则也不能看得到异象 恩慈是什么呢 就是彰显神的属性 因为神就是一个恩慈的神 神是一个恩慈的神 我稍后再解释给你们听 良善就是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上面 应用在… 即是我们怎样做一个良善的人 我稍后再解释 信实就是有圣灵高梅 有圣灵高梅的侍奉 就是信实了 温柔是什么 温柔就是 谦虚信服主的引领就是温柔 折制就是守纪律 所以圣灵的果子和情欲的心态 是刚刚相激相反的 因为信徒的生命是由圣灵引领 收成为灵果 在主里面成长 但是撒旦是专门干扰我们的人生的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来讲 是讲哪个人? 有一个在旧约 一个人受了很多很多的试探 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但是他自己没有犯过罪 上次我说的约白 我们可以和约白相比呢? 不可以 约白是一个完全人 我们不是完全人 但是约白都被撒旦攻击法 我们看过 九个灵果都代表神的属性 因为神有足九个灵果 第一就是人爱 神是人爱的神 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五节 有没有说到 这里 《彼得后书》一章五节 就是说到神 祂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 不是单靠感情的 不是单靠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今天真的很想爱人 我走到街上 看到有人都说 我爱你 行不行 不行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只是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的姐妹 我就爱你了 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我的儿子 我就爱你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圣经里面说 不是 不只是爱你自己的家人 爱你所爱的人 而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你有哪个人认为是不可爱的 你都要爱他 你能不能做到 很难做到 尤其是那些专门 专门是激你 激心的那些人 那些人 所以 圣经里面说到 我们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着 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着 这样真是很好的事 如果我们不能够与神的爱隔着 神是不停地爱我们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爱人 第二就说到 第二就说到 这个喜乐 喜乐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无论你是好的坏的 你的性格是强的 是弱的 神会赐给你喜乐做力量 有哪个人会开车 你没有下电油的 你开车不下电油 能不能走到 你知不知道喜乐就是我们做人生的力量 所以我们 什么环境里面都要喜乐 喜乐是怎么来的呢 喜乐呢 你有信心 有盼望 有平安 你就有喜乐 对不对 有信心 有盼望 有平安 你就会有喜乐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我无论如何都可以杀熟狗头 那样笑 人家看到你 你真是好 你天天都笑 你真是好喜乐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是的 那样呢 我们圣经里面怎么说到呢 《帖撒来尼加传书》第五章 十六至十八节 要时时 要上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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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次 神跟我做了什么好事 我立刻就要多谢主 你有没有不记得 你有没有不记得 神的好处 神什么时候对你好 你不记得了 多谢祂 我们要凡事者恩 凡事徒告 有很多时候 我们的环境不适合 不是很好 你记不记得求神 你一定要求神 神就会听你的祷告 这样你才有喜乐 有喜乐和和平就没有斗争了 就没有斗争了 在《肥立比书》四章四节 我想你们都会看到 《肥立比书》四章四节 说到要上常喜乐 我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环境很差 但是突然间 神就给我一首歌 在我心里 我就唱起来 要上常喜乐 就唱出一个喜乐的歌 这样 神就把这个不好的感觉 或者是忧愁 就随去 随去 随去 这样我们知道 神是喜乐的神 神是喜乐的神 但是神也有他的忧愁 你猜神有他的忧愁 是什么忧愁 神是否忧愁 他没有衣服 没有食物 没有食物 不是 神最忧愁是你们 是世人 那些不信主的人 被撒旦来 拉入地狱 主耶稣 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 他说 在我父家里 有很多的住住 如果没有 我会告诉你 所以主耶稣 有很多很多的住住 给我们 好像现在大陆 他们也建了很多靓屋 但是没有人住 那你说是浪费了 所以主耶稣在天堂 是建了很多很多的大厢 大屋 但是没有人住 为什么呢 就是被撒旦引诱那些未信的 所以就没有地方给他住 所以在天堂 就有很多地方都没得住 没有人住 和平呢 就是什么 Shalom 和平是什么 就是 《菲利比书4章7节》那里说到 和平呢 就是有很多犹太人 如果他跟你见面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Shalom 恩惠和和平 这样呢 他有很多的福分 很多福分 我告诉你 你有很多的福分 你知不知道 就是安康 富有 安全 健全 完整 和平静安稳 那些都是你的福分 你能够跟人和睦 和谐 和谐 原谅人 刚才唱司机的时候 说到我们要遥恕人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很难遥恕到人的 尤其是 那些经常惹我的人 哪个经常惹你呢 她说是我的丈夫 她一天激怒我很多次 几十次 所以激怒我 是没有办法 遥恕到她 行不行 你知不知道 婚姻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关系 你猜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一起吃 都没有分开 有一个牧师 有人问她 你有没有想到想跟你太太离婚呢 她说 离婚就没有想到 谋杀就有 这样 真的不同 今时和往日 你知道 林牧师和我结婚 将近55年 将近55年 所以我们不是说 天天都可以欢笑的 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天天 是一起的赞美神 我们一起的 用信心来走 我们走天路 这样很多人都问我 哎 你们结婚了整55年 我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都不够30年 他们就想离婚了 这样 有什么秘诀 没有秘诀 就是要原谅 彼此宽恕 彼此宽恕 彼此原谅 彼此宽恕 彼此宽恕 彼此原谅 你会让我能给平安 我还没有 Sheng 但是主会给你平安 神会给你平安 若非与神和好 就不能得着 真正的心里的平安 因为 它 za之後 《福音》第五章第九節的講道 使人和睦的人由福了 他們必成為神的兒子 所以中國人也有句話說 令教人打兒子 莫教人婚妻 所以林牧師和我 也有很多夫婦來到我們面前 叫我們准許他們離婚 我們不是counselor 我們不會教他們離婚 我們只是教他們去找輔導員 我們不懂 忍耐就是要順復等候神的時間 忍受苦難 愛就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神是永恆的神 祂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 哀得苦中苦 先為方為人上人 對嗎? 那個約白也是這樣 祂因為哀得苦 所以最後仍然是得盛的 這樣呢 因此就是甘心樂意彼此的服侍 尤其是我們不能夠背後來批評人 如果有很多年長 比較年長的姊妹 如果別人請客 請客人去到你家吃 吃完之後就想 哎呀我真的不想請那些人 又沒有禮貌 又吃得大 吃得多 吃到我們都不夠吃 這樣你這樣背後批評 這樣你就不是真正的甘心的請客 因此的希臘原文就是 復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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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告訴你 有很多人都笑我 他說 林師母 你真是一個好的復仁 我說你怎知道 你去到食餐館 吃完你跟人家搭碗碟 如果你去吃快餐 你要將紙巾 跟他們抹去那盆 我做這些事情做甚麼 就是給人家一個好的見證 我不是只去那裡吃 我能夠做一個見證 我們做報仁 主耶穌更好 他做到一個老師 拉比 他跟門徒洗腳 哇 門徒穿了一些拖鞋 在山上上下下山 走到整個腳都是泥沙 而且你知道那些腳 我自己這樣想 是全身最臭的地方 因為你不穿拖鞋 你穿鞋也好 但是因為穿著鞋 都被迫著腳 但是主耶穌為他們洗腳 為門徒洗腳 為他們做一個好的榜樣 主耶穌他自己對人說 我雖然是主耶穌 雖然他是神 他說非以逆人乃逆於人 我不是來到這個世界上 要人服侍我 我要去服侍人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好的榜樣 來給別人看 讓別人知道我們是信徒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有很多時候說到恩典 恩典是說到神賜給我們的恩典 是白白給我們的 他沒有說這位姊妹 如果你要付一萬元給我 你就可以得救 有沒有這樣說 沒有的 神是白白的賜給你 神是白白將他的救恩賜給我們的 但是有很多未信的 他們就是靠自己的行為 他們靠自己的行為 是很有錢的 你會不會恩典你有錢 神就給你免費上天堂呢 沒有的 所以神請教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是相信祂 我們是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是不是 那良善是什麼呢 良善就是公義、恩慈、樂善好施 來救濟窮人 神是哀良善 幸會邪惡 遲些我再讀一段聖經 就是說到 如果我們肯借錢給那些窮佛的人 就好像借給神一樣 但是我們要小心弟兄姊妹 我們都被人欺騙過很多 你不是人人你都可以借錢 因為有些人真的欺騙你的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他真的很窮 你真的要幫他 要借錢給他 這樣說到信實 信實就是由信靠神而來 不是說我們自己有什麼信實的好處 而是神的好處 因為你看過詩篇的時候 你會看到 詩篇裡面說到很多次提到 神是慈愛和誠實的神 慈愛和誠實的神 溫柔是甚麼是溫柔的果子呢 溫柔的果子不是說 很多人以為溫柔是 溫柔是甚麼意思呢 溫柔就是謙卑受教 要甘願把所有的重擔放在十字架腳下 剛才我們唱詩的時候 和詩儀的時候都有說到 我們要把我們的重擔放在十字架下 我們不要自己擔我們自己的重擔 如果我們自己擔我們自己的重擔 我們會很傷心 我們會很傷心 因為我們擔不起來 我們擔不起來我們的重擔 我們都會很傷心 希望我們能夠使用重擔 我們能夠把重擔放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們能夠把重擔放給神 我們自己的心靈就會得著釋放 我們會有能力幫助別的人 如果有人要淹死就要淹死在海裡 你跳下去去救那個人 但那個人不肯掙扎 要打你 打你連你也會淹死 所以你要小心救他 有時要打暈他 然後才能救他回來 所以我們要知道 有很多時候我們要自由釋放 神的心裡要柔和謙卑 接濟就是守紀律 約束行為 結身自愛 有很多時候青年 尤其是他們亂做事 我們要小心 譬如說 如果有一個男一個女 最好不要跟一個地方 自己在一起 最好是有第三個人在一起 要小心 所以如果林牧師駕駛 他不會叫一個女同事坐在車上 這樣他要小心 因為我們以為自己是很小心的人 哎呀 什麼都可以 不是的 我們要小心 我們知道神叫我們要小心 要絕製 不早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要不要胡作非為 我還有一個提議 我們要有同情的心 我們要有同情的心 譬如說 在《旧約聖經》裡 這個大衛王受過很多苦 他有一次被他的兒子 他親生的兒子鴨薩龍追殺他 因為他想取得他的王位 他逃難的時候 看到一個人叫做是妹 那個是妹 他不但沒有對他有同情的心 他反而就助他 好像落井下石一樣 你說我們做人對不對 做人應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一個人已經受了很多苦難 你還不同情他來 叫他落井下石 我們要小心 因為主的話語說到 我們這九個熟靈的果子 都是叫我們要小心做人 這樣我們再看看 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是彰顯寧果的賞賜 你們有誰想得著熟靈的賞賜 有沒有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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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吃了水果 你也想得著水果的賞賜 是不是 這個熟靈的果子更加重要 第一就是人愛 人愛 人愛就是愛神者 神必愛他 你愛那個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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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人的神啊 神也都愛你啊 如果你愛人 你是不是只愛那些可愛的人啊 是不是 那些經常呢 俗語說黑人爭那些 那些人反而要更加愛他們 為什麼呢? 你想帶他們去信主 所以是要這樣的意思 第二就是喜愛 喜樂就是《彼得前書》一章八字說 因信他有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我們因信神就有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我們圈人和睦的必得喜樂 亦必承受地土 你們有誰想承受地土 可以承受地土 即使可以買到屋、買到地 喜歡可以了 如果這樣就要圈人和睦 這樣就可以承受地土 還有和平 和平 剛才我提到神的和平是從哪裡來的? 從神那裡來的 我們自己有沒有和平 我有沒有和平給你? 我沒有和平給你 我的和平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 和平 還有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節 那裡主耶穌說 我留下神自己的平安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我們大家一起說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你們心裡有什麼? 要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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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 忍耐是怎樣? 對人忍耐 比對事物更加困難 你猜為什麼? 對人忍耐 比對事物更加困難 即使人心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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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過這句話 所以 有時 我們可以測到的事物 我們可以測到的 你說 我不喜歡乘搭這班車 經常遲到 這樣你就要乘搭另一班 可以 我不喜歡去這間茶樓 因為不好吃 那些人又骯髒 那就去另一間 可以 但是 譬如說 如果你是和一個人做好朋友 他時時會生氣 你可不可以說 哎呀 我不和他做朋友 我去別處 好少有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 對人更加困難 但是 在歌林多前書13章第四節說到 愛是恆久忍來 愛是恆久忍來 就是以賽亞書第六章 六十三章第七節說到 神有豐盛的慈愛和憐憫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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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慈愛和誠實 也有提到 《好施捨的必得風雨》 剛才我提到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就是借給耶和華 所以你什麼時候知道有一個人是需要錢的 他是真實需要錢 不是騙你的 你借給他的話 就像借給耶和華 借給神一樣 如果有一個百萬富翁問你借錢 你肯不肯借嗎? 如果溫柔的話 溫柔的人有福 《必誠授地土》 《必誠授地土》 《馬太福音》五章五節 《節制》就是 《犯教歷、增盛的萬事都有節制》 《可得不能患的冠冕》 你們剛才有沒有看過奧林比克的運動比賽? 有嗎? 有 有 他們雖然說不是有冠冠 他們有獎狀 好看 但是你想想想他們是不是突然間走進去運動場 比賽 比賽 我現在比賽 我現在可以了 可以嗎? 他們要練習 有些練習多少年才可以 我認識有一位姊妹 他現在30歲 我最初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剛剛出生 他又患了一種骨折的病 這樣他要等到一年 醫生才讓他出院 他現在這次在奧林比克 他有一個奧林比克 他在那裡騎馬 他已經騎了馬七年了 但也不得獎 但他願意去到巴黎去試 他沒有失望 他沒有對神說 哎呀 神啊 為什麼你這麼偏心 我的朋友每個都得獎 我的朋友每個都沒有我這樣 這麼慘 又一隻手舉起 為什麼我們埋怨就會得獎 我們如果不埋怨 我們在天上會得獎 雖然或者我們會有什麼批評的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有主的同在 我們就會得勝 我們得勝有餘 這樣 我們最重要的 這個奧林的果子 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慷慨幫助人 我們要照應人的需要 我們說到人愛方面 你自己愛自己就行了 我愛自己就行了 不是 你要愛別人 愛那些不可愛的人 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對吧 所以 喜樂 喜樂也是一個人際的關係 你覺得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經常走出街 就愁眉苦臉 人家看到你 經常悶悶不樂 人家會不會歡喜 人家都悶起上來 看到你 所以我們都覺得 都是人際的關係 和平當然是人際的關係 現在經常有人打仗 經常有人打仗 你打我 我打你 這樣 變成沒有了和平 沒有了和平 就算不是在外面打仗 在這裡裡 在人與人之間都有打仗 所以我們要有和平 要有神的和平 我們要對人有忍耐 對人有忍耐 不像彼得對耶穌說 我要輸人 七次可以嗎 七次夠沒有 數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夠了夠了 這樣我就可以和你打架了 行不行 林牧師說 他小時候和我哥哥說 好 我跟你搖說七十個七次 給你七十個七次 他就在寶像畫出七十個七次 他們可以打架了 所以我們對人沒有限制的愛 沒有條件的愛 有恩慈 有恩慈 就像神一樣 我們做一個仆人 做一個仆人 耶穌就是一個最好的 最高尚的仆人 摩西也是一個好的仆人 摩西也是一個好的仆人 我們也應該做仆人 做仆人不是經常要人服侍我們 我們要良善 我一生一世必有 因為慈愛隨著我 如果我們是一個良善的人 這樣 因為慈愛便會隨時跟著你 溫柔就是 溫柔的人是有福 必承受地土 還有另外一個人 必承受地土是誰 如果你勸人和睦 勸人和睦 但是在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不是勸人和睦 他根本就是挑戰 你打我我打你 這樣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 還有要節制 所以這九個果子 你猜你可不可以做 有齊這九個果子 可不可以 靠著聖靈我們可以 靠著聖靈的充滿 你一定要靠著聖靈充滿 你才能得著這九個果子 今天我想有些時間 做一個呼召給你們 就是我們想你們來到前面 有誰想得著這九個果子 想得著這九個果子 同時有誰在醫治方面 要得著神的醫治 可以來到前面 我們一起為你祈禱 要求神 幫助你進入你的心裡 做你的主 做你的王 因為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以為 主耶穌是我的好朋友 夠不夠 主耶穌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我想做什麼就什麼 我做主 這樣對嗎 不對 所以如果主耶穌是做你的主 做你的王 才能使你得盛 天天過得盛的生活 有喜樂 有平安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生實 溫柔節哉 九天 一起 OK 我們可不可以